花是焦死的,人是气死的,生气,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情,生气,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的事情。 人为何要生气? 如果是因自己而起,那不值得,只会气坏自己的身体,影响自己的情绪。 如果是因别人而起,那更不值得,不要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,气坏了自己,别人会得益。 据研究表明,经常生气的人会老得快,生气是人生健康的一大杀手。 以前我们常常听老一辈的人说,别生气了,再生气又会多一条皱纹了。 生气其实是对情绪的一种伤害,女人经常生默契,那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。 所以,生气只会让自己感到憋屈,教室不好,办事不好,最终伤害了还是自己。 爱你的人,不舍得让你生气。 不爱你的人,也不在意你是否生气。 生气最能控制一个人的情绪,它会让你烦恼,让你愤怒,让你悲伤,脸上不再灌满笑容。 别人见到你都不敢与你交谈,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。 生气,真的很傻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,都不要轻易生气,不要为了别人的错误而生气。 如果你很爱一个人,那首先就要爱自己,爱自己就该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,让自己心态平和,宠辱不惊,处事怠然。 也许很多时候,我们都无法避免生气,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不顺心,很想发脾气的事情。 不妨让自己冷静三十秒,因为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,说出的话往往是最伤人的。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后悔内疚,我们应该沉得住气。 快速让自己冷静下来,头脑清醒下来,那才是解决事情最好的时机。 亲爱的,别再生气了。 身体是自己的,气坏了没人会在意。 情绪是自己的,气坏了没人会哄你。 与其气得跺脚,倒吼大叫,那不如让自己保持冷静,学会深呼吸给自己一个微笑,给自己更多的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